到了那么我们这个海外宪政运动的新闻发布会就正式开始 我是主持人王丹 那么我先代表我们这个宪政运动 先做一个简短的一个说明 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国再次面临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 我们当然关注并积极推动这个转型的发生 但同时呢我们更关注的是在转型发生之后 如何确保中国的民主化成果能够巩固 那么社会和政治转型我们也希望可以平稳地进行 在我们看来在中共的统治结束以后 尽快地建立起一个以宪政框架为基础的新的政治秩序 是避免冲到历史覆辙的必要条件 只有通过宪政主义的实现 才有可能建立主权在民尊权制衡的政治制度 并实现法治保障人权 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同时我们认为如同东欧转型国家一样 只有建立起一个成熟完善的一个宪政制度 才能给予转型后的政权带来合法性 避免出现政治混乱 巩固转型成果 由于以上原因 我们对话中国智库青年宪政会 和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三个机构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酝酿 结合其他各方的有识之士 我们宣布从今天9月1号即日起 将在海外发起海外宪政运动 对中国未来的宪政道路进行研讨和推广 从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 世界宪政道路的得失 以及需要警惕的危险等等方面 集思广益 集业成求 为宪政在中国的实现 开始进行制度建设上的准备 我们运动的方式是 我们将对未来的宪政框架的建设 提出一些题目作为抛砖引玉 引导公众讨论的尝试 我们先期将提出的题目包括 应当如何在中国制定一部新的宪政宪法 制宪的合法性要怎么样确立 新宪法制定的具体操作以及程序 还有就是新宪法制定以后 通过什么样的机制 来确保新宪法的贯彻执行 我们还将讨论中国应该采取联邦制 方联制还是单一制 将采取议会制还是总统制 采取两党制还是多党制 一院制或是两院制等等 宪政框架下的具体政治制度的设置问题 以及理由得失 还要包括民族独立诉求地区的前途问题 此外宪政运动还将讨论 中国宪政发育和建设的方式和程序问题 就方上来讲 我们知道英美道路和德日道路如何选择 共产国家的转型面临的具体问题 这些都将是我们先期重视和取得共识的东西 宪政虽然有开明建立的范例 但是民主自由思想才是宪政最深厚的土壤 民间辩论和讨论是走向宪政主义的有效准备 否则即使我们拥有宪政法 也将滑向开明专制的深渊 所以程序上将研究在未来可能的转型模式下 如何保证宪政工程结束的成果获得合法性 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那么我们宪政运动的成果 未来将要以宪政研讨文集 专题报告中国宪政周刊的形式对外进行发布 我们也期待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们能够拿出一部中国的联邦党人文集 拿出我们为未来中国转型期间出现的问题 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 拿出一个新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框架 我认为这也将是未来中国反对运动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 各位朋友 如今中美新冷战的格局已经逐步确立 中共集权的长夜虽然难测 其崩溃的到来已经可期 但中共政权的崩溃 并不能保证宪政必然实现 其中仍需中国坚持宪政民主的政治反对派 为之不懈努力 不论中国转型最终于何时到来 我们都应该先遇后利 通过这场宪政运动 传播理念形成共识 为社会转型及巩固转型后的宪政体制 所可能面对的各种挑战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好规划 做好准备 我们期待并且呼吁 所有认同宪政民主制度的各界人士 能够集思广益 积极参与 让我们在宪政的旗帜下 集结力量 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 凝聚共识 让我们新中国的建立 共同做出我们的努力 我们也相信未来的中国将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重获新生 那么再次我也要宣布就是为了配合宪政运动的开展 我们就在1号开始正式发行中国宪政通讯 那么它将是一个平台 让我们可以作为海外宪政运动的支持平台之一 这个中国宪政通讯将要搜集和呈现前任宪政运动的经验 公开征集各方人士的观点和主张 及时提供宪政运动的发展信心 最后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中国人的事情 最终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完成 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抱怨 不满 太多的愤怒 但是我们不能紧紧的停留在这些情绪上 我们必须要开始尝试去做一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需要更多的人的加入和参与 我们要知道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两个 一个是行动 一个是参与 所以在此呢 我们也呼吁所有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规划中国的未来 这就是我代表宪政运动先做的一个开场版 下面呢 我们请这个三个发起单位的代表 分别的就宪政运动做一些说明 我们首先请对话中国知库的代表 王军涛先生 大家好 我代表对话中国知库对参与这场运动做一点解释 这呢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也是我们在前期有几个月的讨论中形成的一些共识 刚才王丹先生已经讲了 我们准备发起这场运动 是因为这场运动 中国需要它 我们也知道在习近平上台以来实施独裁 不仅仅使得原来的中国的民间运动 感受到中国需要宪政 而且原来共产党中还希望有一个规则的这样各个派系 也感受到宪政的必要性 所以在此关头我们想提出中国建立宪政民主 进行宪政的讨论 会是一个全国上下可以甚至包括朝野在内的一个共识 第二呢 这个刚才王丹先生也讲了 共产党的垮台腐败暴政的结束是可以期待的 这是人类的必然规律 但另一方面 共产党的垮台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真的可以迎来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根据人类现在政治经验看 这种局面的出现一定要有一个宪政民主作为它的制度架构 那我们在一百多年前 我们的先贤就意识到过宪政民主是中国政治未来方向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 中国还是从道覆辙 为了避免这一点 那么我们觉得中国应当明确的对未来的宪政架构形成一些共识 所以我们发现这场讨论 最后一点 那么通过这场讨论 我们可以普及宪政的知识 实际上中国在经过共产党的腐败暴政统治和洗脑教育之后 对禁止人类文明的传播之后 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思想状况 对于宪政民在经营层面上 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立宪运动所能达到的水准 这就更使得我们发动这样一场运动是必要的 所以宪政对话中国智库 愿意全力参与这场宪政运动的讨论 我们希望在这场运动的讨论中澄清一些问题 探索中国未来的宪政结构 明确中国未来的制限程序 同时普及相关的知识 谢谢大家 好 那么我们下面有请中国民族转型研究所的代表 王天成 天成请开你的 OK 大家您听见吗 可以 大家好 我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为未来做计划的重要性 为什么民主派不仅要现在反抗专制 还要考虑研究 如何在将来建立稳固持久的民主宪政 我的学生时代是喜欢下象棋的 我是那种对象棋还有一些悟性 但是一部被棋谱 一部花什么时间庄严的人 不过我下棋能看到三部以后 所以我经常被认为是我们班上或者是我们年纪 下棋下得最好 至少可以说是下得最好的人之一 我在北大对研究生留下教书之前 还跟别人打过下棋内台赛 但是后来我因为民主人权活动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跟我关在一起的有一个人是盗窃犯 我每次跟他下棋 我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自己怎么输了 那个人他是经常被棋谱的 也就算他脑子里面是有很多的愈案 他告诉我他下棋能下到七部 能看到七部之后 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未来考虑的越多 我们看得越远 我们更有可能成功 民主活动呢 人是在当下要做什么 那么这个经常呢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思路都集中在这地方 怎么样去探动这个专制 怎么样去破局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往往忽略了 下一步就是一个破局来了之后你怎么办 民主转型 民主转型就从专制到民主 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抗争阶段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阶段 就是一个决心 反抗装置 争取这个转型的机会的这种来临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转型阶段 在这个阶段 会出现政治的控制的放松 言论的解禁 胆记者的开放 释放政治犯 还会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这种谈判 还要修改或者是制定这种新的宪法 要准备参加竞选 要选举产生民主的政府 第三个阶段 就转 你就游戏规则达成共识 选举产生全国性民主政府之后 这个民主转型 我们可以说它就完成了 但是 接下来还有任务 就是巩固民主的阶段 你要去深化 巩固民主 使这个民主能够持之久远 让民主呢 能够成熟 能够成长起来 在这三个阶段中间 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转型阶段 与第三个阶段之间 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如果第二个阶段的任务 我们没有完成好 第三个阶段 就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第二个阶段 这个宪法 这个制度选择 不好 那么呢 你这个后面的民主的巩固 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我们在这个转型来临之前 我们要拿出很大的勇气 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去争取这个转型机会的这种来临 但是机会来临之后 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能够管理好转型 它非常的关键 非常关键 我们国家自身的历史 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教训 辛亥革命 它成功地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但是革命在北京建立的 半民主的共和立先政府 只经过了12年就失败了 所以今天我们还在争取 一次新的民主转型机会 历史上许多国家 在获得民主转型的机会后 都经历过转型的失败 或者在建立民主后 没能巩固民主 不少国家在获得了新的机会后 总结了经验教训 做得比过去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努力的 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去总结经验教训 做得比过去好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机构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是特别关心 什么样的制度选择 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和持久的 希望以后有机会与大家交流 规节起来 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 我们今天不仅要反抗 装置报警 暴政 还要考虑下一步 要计划未来 为将来在中国建立持久 巩固的民主宪政 学习 交流 准备 所以宪政运动的发起 是个大好事 请大家支持 我说完了 谢谢 好 谢谢天成 那我首先要先介绍一下 好像就是在我们这宪政运动的过程中 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的加入 就是青年宪政会 他们是大概这几个月刚刚成立的 好像现在成员已经有上百人 基本上都是一些90后为主的海外的留学生 我们非常的期待 也很高兴有青年时代 能够跟我们一起投入 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这种历程中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这个发体单位之一 青年宪政会的代表 吉家宝同学 感谢王老师和各位前辈 我是有幸代表青年宪政会 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民主海外支线活动中发言 然后表示一下我们青年宪政会的 对这个活动的一些期待 这个青年宪政会呢 我们主要是一个海外学生团体 致力于讨论有组织化的实现大陆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议题 就是长久以来呢 在海外的教育机构中 由于中共对大陆国内的长期的言论压制 和国外学术机构和其他大学的长臂管辖 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对于中国民主宪政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讨论 是没有组织化并且非常零星的 而且大家经常是抱着一个 就是非常诚恐的心态 每当讨论到这些所谓的敏感议题 即使人在民主自由社会也非常诚慌诚恐的讨论 所以我们就是打算以这样一个组织化的形式 来实现这样一个有组织的讨论 我觉得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 现在青年宪政会已经通过了我们这样一个章程 就是确立了我们这样一个除了组织化的学术讨论 民主宪政问题的工作以外 能形成一个反对群体 代表青年反对人士在海外的 或者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声音 来就是一个可能超过学术讨论的方式 来实现中国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另一个就是成立的目的是连接 就是上一辈的民运人士传承民运新火 因为这个就是集权政体可能会 它就算在风雨飘渺之时 也可能会延迟它的这样一个失败很久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个传承的新火 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代要做好这样一个持久战的准备 另外通过对这个宪政活动 通过对台湾的我们就是今天宪政会 通过台湾的这个民运流线理解 它在90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民主转型的时候 这个之前在孙中山和各位先贤 确立的那个宪政框架是非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个军政训政宪政的这样一个实现 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这样一个宪政的道路 虽然走到了一些很多的曲折 但在最后台湾民主转型的时候 之前的那些先贤们确立了一个民主框架 给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保持一个和平转型的作用 而没有像沙皇俄国或者是法国大革命 出现了一些就是非常这个派系的争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民主宪政活动 这样有一个广泛的代表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代表 我们需要一个代表的就是国内各个利益的这样一个 或者是各个团体的这样一个模式来做下来 通过有一个就是民主的和平的deliverance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讨论宪政 而不像沙皇俄国在十月革命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派系斗争 导致一个暴力革命出现新独裁的这样一个就是负责 所以我觉得我们代表也是重要 我非常期待这个活动 感谢大家 谢谢家宝的发言 那么在开放媒体或者网友提问之前 我要先也要先公布一下 就是宪政运动目前还没有建立自己专门的专属网站 可如果大家有兴趣来关注宪政运动的发展 相关的信息 所有的资讯 请大家就是上对话中国智库的网站 就是你查DialogChina或者查对话中国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 在我们的网站上已经开辟了一个海外宪政运动的一个专区 那么接下来我们所有的相关的活动 相关的信息 包括宪政运动的资料 包括过去的文献积累等等 我们都逐渐的会放到那个专区上 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来开放媒体或者网友的这个提问 那么方式就是如果哪位媒体的朋友 因为网友这边我这边可以在直播看到 那么媒体的朋友哪位如果要提问的话 麻烦你就是开箱视讯举一下手 然后我们主持会开看你的speaker 或者你在对话框里表示说你要有问题 那么我们在场大概有七家媒体 有没有媒体的朋友有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下说 自由亚洲的嘉欧请讲 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问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好的好的 那我想问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是想问问这个海外的宪政运动 对于国内的宪政或者民主人士 他们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有什么考虑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预期说 想找一些西方的宪政学者 或者说西方的中国学者对这场运动提出一些建议 谢谢 好我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宪政运动在最早讨论的时候 是其实受到了国内像张学忠这样的学者 大家知道张学忠在几个月以前 就是和政治实践两期的这些学者都在里头 领军人物在里面 那后来当然因为这个被共产党打压之后呢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他们再进行职业联系 但这种各种人家保持着 相信我们这个运动搞起来之后 他们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加 这里包括零八宪章领军人物等等 这样都是在集中 第二呢就是关于国外这个呢 其实我和王瞻做宪政协计会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UCLA的这个洛杉矶分校吧 我们跟他们合作开过三场讨论会 跟哈佛大学开过两场讨论会 跟科伦比亚大学也合作开过两场讨论会 在Princeton开过一场讨论会 都是讨论宪政建设的各个方面 当时在这些讨论会中呢 比如像于建荣先生 莫绍平先生 张祖化先生 还有刘军宁先生 还有梁志平先生等等 他们都参加了 在我们在海外的像我们这里 像王丹先生 还有胡平先生 陈孝平先生 李静先生 也都参加了 还有在法国的张伦先生 还有在英国的张伟先生 全都参加了这场讨论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就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做辩论的 做过一次 2002年做过一场辩论 在哥伦比亚大学 还有法拉圣图书馆 当时参加的 还有像王少光先生 还有像康晓光先生 史田健先生 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平台 如果真的要是 把这场活动搞起来之后 我们相信呢 就是像当时在参加 比如像就在奥姆先生 还有这个林安友先生 还有这个麦克法克尔先生 他们都在曾经不同城上 参与过我们过去的 宪政讨论活动 我相信呢 宪政民主呢 是所有就是希望中国政治进步的 海内外学者的共同的心愿 是对中国未来的共建 相信这个运动搞起来 他们会参加 还有没有其他的媒体朋友 有问题 我们先优先给媒体的朋友 你可以在对话框里提出有问题 或者你可以举手 那个我这边看一下 就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提到 有给吉家宝提一个问题 再帮你注意一下 吉家宝先生提到 谈起宪政运动 确实有些诚慌诚恐 如何吸引更多人参加 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下 长大的年轻一代的参加吗 是他的问题 你需要再说一个 对 青年宪政会在成立之初 是有这样一个目的 也是改变一种 在国外这种一个比较 主流的声音 就是主流的印象 就是对中国留学生 经常是一些小粉红 或者是爱国主义教育下 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我们就是 如果有一个不同的 narrative 就是如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 有一样 这个青年宪政会 这样一个群体 代表了一些 中国的青年学生 但并不是又红又专 或者小粉红 这样的话 我觉得能让一些 所谓的盖国主义教育下 小粉红 他有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 反思自己的这样一个 教育的情况 然后能吸引更多的一些 青年学生 他虽然有这种民主的诉求 但是不敢说话 他有一个这种所谓的出柜 这样的一个行动 也是我们期待实现的 另外一个就是 青年宪政会 在组织的时候 他有一个匿名 有实名成员 匿名成员 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组织 去发生讨论的时候 这些匿名成员 他也能有一定程度上的 参与到这个讨论之中 但是他可以保持 他的相对的一个匿名化 来保证他这样一个 所谓的人身安全 或者在国内家人的安全 这样的话 我觉得长久以来 他会能实现更多的人 来走出那个 爱国主义教育的框架 或者是 就是超过他国内的 那个国宝的这样一个 镇压的这样一个恐惧 来就是 更多的走出来 我们希望能起到 一个这样的作用 包括整个的宪政运动 也希望能起到 就是鼓励在海外的 华人群体这样一个 来站出来讨论的 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问题我来解释几号 我在对学术上做点解释 其实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在中共那个地方都是被曲解了的 就是我们知道民族主义 它兴起时候实际上是建立 现代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国家 无论是从西方社会 西方国家 还是从这个中国的 还是从第三世界 二十大战之后 实际上在都是以宪政民主 作为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你看包括那些威权的专制的 包括共产党集权国家 都打了一个什么宪政民主 或者共和 什么自由 等等这些词号 灌在他们的国家 但是这些国家 后来都成了威权和极权 实际上这就是人类宪政 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教训 我觉得也是有感于此 包括我们中国的教训 所以我们需要发几场 宪政运动的讨论 让我们这个民族呢 在这个新的政治变革的机遇 到来之前 有一个思想准备 就是说不要再被共产党的 把他的党国绑架中国人 那么还以什么民族主义 或者爱国主义 比如在美国 爱国主义 其实在美国 这个多民族国家 他没法去讲究民族主义建国 所以他就是用这爱国主义 这几号 所以我想说 正本清源 民族主义也罢 爱国主义也罢 他的在现代政治社会中 就是要搞宪政民主 否则 他就是窃国大道 窃取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为自己的政治利负 OK 还有没有其他媒体的朋友 好 泽亚州的记者问 说请问这场运动 希望从零八线当中 汲取怎样的力量 这个问题天成可以回答一下 就是我们希望从零八线当中 汲取什么样的力量 零八线当运动 是中国反规运动中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干理性文献 它包括非常广泛的这种范围 但是零八线当运动 它与我们现在这个宪政运动之间 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我们这个宪政运动 它侧重的是这种制度的设计 是宪法的设计 那零八线当运动 它是这个就是方方面面的 一些大的一些原则 那么我们这个会要具体一些 那等于说呢 这个是一个不同阶段的 那零八线当运动 它是一个政治宣言 那么我们呢 现在这个宪政运动 它到了一个更具体的 这个如何操作的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说它可以说 它是这个实用性 它会更加强一些 那零八线当运动呢 它是它 它范围比较广泛 国内有很多人签名 那它还会继续激 但是呢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媒体朋友有问题 各位媒体的朋友 我们先 我先看各位媒体朋友 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这讲一下 有个有位看直播的朋友提出说 如未来要怎么样建构新的国家架构 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这个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至少还没有准备 就是最后拿出一部 就是有具体条文的正规的一个宪法 因为我们也不认为 不经过公投 我们就有这个人民的托付 可以拿出一部 海外宪政运动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给未来制定中国新的宪法 提出我们的一些建议性的主张 或者说就是我刚才讲的宪政框架 在哪些原则上 用什么样的程序 来制定一部好的宪法 这个宪法应该建立在哪些基本的理念 或者参考其他的转型经验的基础上 所以我们并不是要拿出一部 完全新的宪法了 而是说就是在具体的想法上 我们不会用一种新宪的形式呈现 而会用一个宪政框架的 集合的一个政策白皮书的方式呈现 未来我们预期可能会通过 召开一系列的专题会议的方式 然后把所有专题会议的讨论结果 集结成我们提出来这个宪政主张 然后我们也许也会发动 如果大家支持的话 希望发动这个华人 或者国内的朋友的这种签名 支持未来的中国 提出我们的一个建议 那么美国之音的记者问 目前国内舆论环境恶化 也提到 这是个问题吗 应该不是个问题 好我们 那有个问题是提给这个清宪会的 清宪会代表家宝可民 要回答 就是 有人说清宪会是否有线下活动 成员会以怎样的方式推动民主 清宪会目前是在计划会 在日后会有线下活动的 但目前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包括会员也散布在北美 或者是欧洲 澳洲其他一些地方 暂时还没有组织 那个线下活动的这样一个计划 但是日后通过这样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线下的群 包括在一个地区 比如说美国西北 清宪会成员线下群 或者加州 加州北部 加州南部 这样的线下成员群 所以以后线下活动是肯定会有的 包括在参与这个 王南老师和各位前辈组织的海外执行运动 也在计划了一些日后的线下研讨会 所以是会有的 谢谢 好谢谢 那美国之间的记者把他问题重新提清了一遍 就是这个问题希望军方能够准备一下 他提出说目前国内 中国国内舆论环境恶化 刚刚提到张雪忠参加的 但是张雪忠在国内基本是发不出声音的 那么如何让这场宪政运动 能够让中国人知道和参与 军方声音 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全球化 信息化 市场化时代 实际上任何一个讨论呢 都都是可以就在海外呢 同时可以延伸到国内去 在国际政治学界研究革命的时候都讲过 革命实际上只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如果不是一个全球化进程中 一个国家就是改朝换代 在原有的制容改朝换代 只有有了全球化这种国与国之间相互影响 它才会成为一个政体变革的机会 那么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从我们中国历史上 刚才天诚建筑讲到了 在这个中国的辛亥革命之后的 这个中国其实无论是立宪运动 还是革命建国 还是立宪建国 实际上都是在日本这个地方成军的 都是在日本这个地方 开始往国内走的 所以今天呢 信息技术更发达 应该说没有问题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觉得应该在海外发起 这样一个运动 而且我们有信心 这场运动呢 会成为全球华人的一场运动 因为国内的这个学者 虽然不能够在国内啊 能够自己组成一个 像刚才这个讲到的线下运动 或者他们直接不能建立 直接关系 但是可以在海外的这个平台上 那么形成这样一个讨论中心 而且历来就是做学术研究 的思想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 真理更没有国界 好 谢谢 刚才光传媒的记者有提问说 你们下一步有什么具体行动 那么我在这里要介绍 首先呢 我们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已经发行了双周一期的 中国宪政通讯 希望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 然后希望我们的 目的主要是 下一步具体行动 第一步就是要推动全民的 这种讨论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 针对中国未来的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还是什么样的宪政制度 我们希望通过中国宪政通许 能够收集到更多的公众意见 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讨论 我还是要强调 公共讨论就是一种民主的发展 那么这是我们下部要做的 那另外呢 我们目前我刚才讲过 未来宪政运动的主体的方式 就是会通过一系列的 专业性 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士 参与的会议 就每一个宪政框架的专题 进行讨论 拿出成果 所以我们目前 当然也知道现在疫情 确实造成一件困扰 那么如果疫情困扰 迅速消除的话 我们会尽快的召开第一次 这个宪政的讨论会 我们第一个讨论的问题 就是如何在中国 制定一步宪法 快则11月 慢则明年2月到3月 当等疫情 可以使我们可以旅行方便的时候 我们预期会在洛杉矶 召开第一次宪政讨论 这个是欢迎公共 欢迎公众能够参与 一起讨论 那么还有其他的 有没有其他的媒体朋友 有没有问题 其他媒体朋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提到这个 宪政通讯的这个问题 我要再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关于整个运动的发展 就是我们对话中国智库的网站上 现在已经开辟了一个 宪政运动的专区 我们当然也欢迎投稿 投到内力也可以 其他媒体朋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我们在线上看直播的 网友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有人有提出一个问题 说目前宪政最大的困境 你们觉得是什么 天成你对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讲到你相反 就是目前推动中国宪政 在中国推动宪政最大的困境 你觉得是什么 这个非常明显 主要是如何去推翻 中共这个装置暴政 这里面非常关键的是 如何有效地开展起 民间的对暴政的这种抵抗 这个是很多联络都面临着 中国的这种反对队营的一个问题了 那随着这个习近平 这种新极权主义这种兴起 中国又重回这种恐怖统治 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民间反对运动积累的一些成果 获得的一些非常有限的空间 你比如说一些这种非政府组织的存在 以前的公民等等 船志行 这些都被共产党淡平了 他们就是有限的空间又失去了 不仅是这种公民的这种社会 这种维权活动人士的这种空间的上市 那整个知识界 这个由于这种思想舆论的这种空间 那从从从从从这种 这个像这个毛史的这种 倒退 中国这个变成一个新极权主义的国家 那很多人的也很难的发出的声音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很多人很悲观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何去有效地开展起抗争 实现某种突破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是我想特别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大家要有想象力 我是研究民主转型的 我发现一个可以说是个规律性的现象 一个专制政府它在倒台之前 通常情况下 大家都觉得它过于的强大 好像它会永远存在下去 你反对派显得非常的弱 好像你们永远没有希望 但是 专制政府倒台的时候 往往好像就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 大家都会很吃惊 我们可以想象 2010年的时候 我们不会想到 穆巴拉克很快就会倒台了 扑尼斯的本阿里 也很快就会出逃 在苏联东乌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之前 西方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 当他们崩溃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惊呆了 说崩溃怎么发生了 怎么这么快 所以大家要有想象力 大家要有想象力 就是说在一个专制政府之下 很多人会很容易变得悲观 这个时候会有很深的这种无力感 有很深的无力感 但是 在中国这种情况 压迫之深 民怨之深 而且就是说 我们的反对运动 也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是有一些积累的 假如说共产党在近期之内 哪一天突然倒塌 实际上 它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是没有可能的 当然 一个聪明招注的这种威权 抓住这种 如果你不能有效地抗争 它也可能是长期存在下去 好 谢谢 那么刚才有网友 如果媒体有朋友有问题 还请准备 那么刚才有网友提出说 中国政府对你们搞的宪政会在乎吗 在这里我回答一下 我当然要强调我们推动这个宪政运动 当然不是给中国政府看的 我们是给中国的未来看的 我们是给中国人民看的 我们是希望人民能够参与 这个政府不会给我们任何民族 它当然也不会在乎我们搞任何的宪政活动 但是我认为民主我们不能期待的 要等到政府有反应我们才去做 那我们的宪政运动就是说 不管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宪政有任何的看法 从我们不管是政治反对派 还是关心中国变化 希望中国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民众来说 我们要从自己自身做起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国家要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个基本上跟中国政府无关 它在乎不在乎这件事 坦率讲我们也不在乎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说 就是在国内怎么获知你们宪政运动讯息 这个要非常抱歉 就只能轻盈用VPA翻墙了 但我们知道现在控制越来越紧 但这个不是我们 几乎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还是会在 像与会的各位的脸书上 推特上会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 如果你翻墙的话 是可以看到 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相关信息的 另外还有人也有提到说 希望我们可以宪政运动能够关注 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像香港立法会 蒙古 新疆等等问题 我要特别强调 中国未来的宪政 一定会首先要去处理 解决周边的地区的问题 这个一个新的宪法 势必要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未来中国宪政运动 很重要的一个讨论 就是未来要如何处理 比如说台湾提出的独立的问题 香港提出独立问题等等 那么对话中国智库也要在这方面 做相关的努力 我多次讲过 我们的对话中国 不是要跟中共对话 我们是要针对中国问题 跟所有希望中国变好的政治力量 进行对话 所以我在这里也借机 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在未来的一个月内 对话中国智库 就将跟伊利亚提议为首的 维吾尔族 主张东托杰斯坦 独立的一些人士 在这样的 利用这样的视讯平台 进行公开的对话 所以我希望这位 网友也放心 我们不会忽视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 这些问题是中国未来 走向宪政民主 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媒体 朋友有问题的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感谢各位参加 我最后还是要讲 就是我们发起 我们三个组织 发起这个宪政运动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 鼓动大家的政治热情 我们要关心这个国家的发展 这个国家才能够变化 我们也不认为 我们三个组织的力量 就足以能够推动 这样一个运动 我们其实就是抛砖一遇 所以在中国国内 这种环境恶劣的情况下 至少海外的华人 还关心中国的发展的华人 能够更多的积极的参与进来 我希望可以在海外形成义务中 讨论中国宪政的热潮 清朝末年 梁启超 康有为 在日本横滨就发起过这样的 大规模宪政讨论的热潮 那些讨论的成果 后来就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在海外做的很多事情 我们是准备带回中国去的 这当然就更需要来自各个阶层的力量 不管是你是中产阶级 你是青年学生 你是反对派人士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关注 分享 参与 就是我们对大家的期待 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 谢谢各位媒体 朋友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参加 也谢谢几位发言人 好 我们就到这 再见 再见